這裡我們來介紹怎樣做長度單位的換算 首先我們先看到如果呢 題目問你說有0.5公里 它會等於幾公尺等於幾公分 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公里公尺公分好了 公里公尺公分我們會常常看到的是它的 英文它的英文公里會寫成km km也就是km km 再來公尺呢 這個kilo的意思呢 事實上就是1000的意思 所以公尺呢它會寫成m 這個m呢代表的就是meter的意思 meter的意思就是一公尺 再來公分呢 公分呢就是centimeter 好 centimeter的部分它就是用cm來表示 喔這兩個呢應該用 呃反過來表示就是 它的代號呢是cm 然後呢它的這個 英文呢就是centimeter centimeter的centre就是 呃百分之一的意思 所以由英文的這個定義呢我們可以知道說 原來呢 一公里 一公里呢就被定義為 1000公式 好那這邊以英文來表示呢就是 1km 等於1000m 再來呢 一公尺呢 一公尺 等於100公分 一公尺等於100公分 一公尺等於100公分 那麼呢我們就可以來看說 呃 0.5公里呢 0.5公里呢 0.5公里 我們用紫色來試試看 0.5公里 它會等於幾公尺等於幾公分呢 那我們就可以用一個 比例的方式來表示 0.5公里呢 呃 好 0.5公里我們現在想要把它換成公尺好了 所以呢 我們就 為了要把它換成公尺呢 我們在分母這邊 先除上一個公里 然後呢 在這個分子呢 乘上一個公尺 這有什麼好處呢 這樣我們就可以呢 把分母的這個公里 跟這個原本這邊 0.5公里的這個 單位公里 約分掉 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把最後的結果 化為公尺 那 我們乘以一個 呃 呃 呃 我們乘以一個分數 要讓它變成原本的 跟它 跟原本是一樣的數的話呢 這個部分我們就要讓分子跟分母是相等的 也就是讓這個分數呢 是等於1的 所以呢 也就是說呢 我們這邊要放 假設我們這邊是放1公里 1公里呢 它就是1000公尺 所以呢 1公里跟1000公尺是相等的 所以呢 我們乘以這個分數以後 還是會等於原本的數 只是單位不同了 所以說呢 我們可以藉由這樣的結果呢 我們可以知道說 欸 這個公里呢 跟公里 是可以消掉的 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其實呢 0.5公里 要化成公尺的話 它就會乘以1000 也就是呢 它的結果會變成 500 好 我們做慢一點 它就會等於0.5 乘以1000公尺 也就是呢 會等於500公尺 所以呢 這邊的答案 這邊就是500公尺 那它就藉由這樣的方式做轉換 再來呢 它等於幾公分呢 那我們就可以看 500公尺 500公尺呢 又等於 我們要把它畫成 公分 所以跟剛剛一樣的做法 分母呢 放1公尺 1公尺又等於幾公分呢 剛剛這邊有寫過 1公尺等於100公分 1公尺等於100公分 所以呢 這邊呢 也就可以一樣 跟剛剛的過程一樣 公尺跟公尺 我們不要看它 那 就可以看到這邊 會就是 500 乘以100公分 也就是呢 最後就會等於 50000公分 所以呢 藉由這樣的過程呢 我們就可以達到這個 單位換算的這個目的 也就在交換 rated 1公分 1公分 2公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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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按摩